好了,哈哈,慢慢講講講 發現是跳不到的 原來他是,因為盧家寫盧家福音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動機去寫的 你跳了,那些東西就連不起來了 所以都是一路順著說 我最初打算跳一點來說,不過也是跳不到的 哈哈哈哈,好了 上次講到比特 其實不僅僅是比特,還有多兩個人 就跟了主就走了 用那三部曲,希望大家容易明白 原來基督徒 其實不僅僅信主是三部曲 平時都是三部曲 不要只以為是信主那一刻才是這樣的,不是的 平時生活都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好了,這次講到 他帶了門徒 有幾個門徒跟著他 那麽呢 那麽呢 路加就開始 開始講另外一些事 那他講了什麽呢 就是講 當時呢,有一些叫宗教領袖 在猶太地 我用宗教領袖 因為你平時看到聖經 你不知道他們在說民事 猶太人 什麼法利賽人 你不要理他們 就當作宗教領袖 就講到耶穌和宗教領袖的紛爭 為什麼呢 因為擺明主耶穌整本聖經都是獨身訂造 根本整本聖經就是寫他的 那些宗教領袖 已經可以說 他們已經盤踞了那個地方 也有自己的制度 聖經沒有說要有這樣的制度 但是他們自己人為出來的制度 慢慢慢慢偏離開 原本聖經或者上帝真正的心意 他們已經迷失了 那些宗教領袖 當然主耶穌 那本聖經就是他 他來做正確的真理 很明顯 你這樣出現的話 而且那些人也看不出 也沒有留心 原來他是基督 啊 這樣呢 當然是大件事 很大的衝突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就出現了很多 conflict 很多掙扎 所以其實也是因為這個掙扎 耶穌被人釘十字架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climate 即是在聖經裡面 一個很諷刺的就是 明明 聖經說的是愛人如己 怎知道 這些傢伙 會把耶穌舉上去 這些是荒謬的事 雖然這個荒謬的事 就好像只有聖經才有 如果你留心看的話 其實到處都是這樣的 所以呢 你小心點 分分鐘 雖然你未必是直接 舉耶穌上去 十字架那個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 你沒有留心的話 你可能做了 舉耶穌上去 那些人的心態 所以呢 這個借鏡就重要了 當然了 現在未去到 舉耶穌上去 究竟那些人在想什麼 為什麼他們在做這些 那裡慢慢再說 我們提一提 就是路加開始 改變他的寫法 開始說 就是耶穌和這些 宗教領袖之間的問題 好了 其實是在講一大段的經文 我又不讀了 我只是隨隨便便地 講兩句 這一節是說什麼 在這裡 路加就寫了兩個神跡 都是主耶穌 醫治人的神跡 第一個就是大麻蜂 也是用那三部曲的 那大麻蜂的人 就 耶穌特意被大麻蜂的人找到 那大麻蜂的人就求耶穌 耶穌幫幫忙 耶穌就說 我講過了 耶穌是 這個真是秘訣 這個是Easter Egg 總之你找到耶穌 有求必應 但是你找到他才行 你找不到 沒有辦法 你找到耶穌 他就差不多 你叫什麼都 你幫他治療 他就真的治療 治療完之後 耶穌就跟他說 不要周圍張揚 但是你就要跟回 你那些猶太人的習俗 你就要去找個祭司 幫你檢驗一下 然後呢 就等他好像寫一個證明書 告訴你 他病好了 為什麼呢 當時有大麻蜂的人很麻煩 因為人家知道你有病 現在呢 有點像現在的情況 蛤?你中了COVID嗎? 走遠一點 哈哈哈哈 COVID你還可以有機會好 但是麻蜂呢 當時來說 是很難醫的 基本上是沒得醫的 差不多 這樣就簡直 被人 推了出去 即是不理會了 即是很慘的 所以 當你醫好了之後 那你要找個證人 告訴你 他沒事 那些人才放心跟你交往 對不對 這些呢 就是猶太人的習俗 聖經就沒有說 你一定要這樣做 不過呢 是他們的習俗 耶穌就叫那個人 喂 你找個兒子幫你 做這個手足吧 這樣 好 他說了這個神跡 OK 第二個神跡是什麼呢 第二個神跡呢 就是 有一個坦了 走不動的人 耶穌又去到那裡 又去到那裡 講道 教訓人 就是這樣 平時一樣的 這次呢 他身邊就多了一些人 多了一些特別的人 就是那些呢 就是那些宗教領袖 因為開始 耶穌的明星 就開始 出名了 引到這些 宗教領袖 來聽聽耶穌說什麼 流心了 他在講道 對著一群人 他應該在屋裡講道 有一群人已經圍著他 有一個 就是 坦了 走不動的人 走來找耶穌 哇 他見了這麼多人 進不去那間屋裡 幫他那些人 就做了一件很不尋常的事 他拆了人家的屋頂 放了那個人 在耶穌面前 耶穌見到他 哇 你們 這麼有信心 耶穌就跟他講了一句 好了 你的罪 射了 好了 他說射了罪 哇 說完這句話 不得了 那些宗教領袖說 哇 你什麼 你除了上帝 可以射別人的罪 為什麼你都可以 看不順眼 耶穌就跟他講了一番說話 他就說 喂 他知道他們心想 他就跟他說 喂 你猜一下 你說我射了你的罪 容易一些 還是叫那個人 起床 走 容易一些呢 嘩 嘩 哪樣容易一些 嘩 聽下去 似乎是 就是 就是 你去幫那個人 叫他 起床 好像容易過射罪 是不是 或者是 反過來射罪容易一些 因為說一下而已 哈哈哈 那個人 坦了 你怎麼叫他起床 好了 他就說了這句說話 其實呢 剛才我講了這麼多的聖經 都是說這句 哈哈 好了 那跟那班人說完之後 耶穌就對著那個人說 哎 好了 拿起你的玉子 即是一張被子 拿回家了 你走 嘩 那個人呢 立刻彈了起來 有力 就回家了 擺明是神跡 是不是 因為之前是坦的 還在屋頂上放下來 好了 那些人看到那個人 突然起到翻身 嘩 神跡 這樣呢 哈哈哈 不過我之前也提過 不過又重現了 那個人呢 就是 感謝上帝 榮耀歸神 蛤 我醫治你 你沒有感謝我 你多謝上帝 還有就是 旁邊的人 都是把榮耀歸神 OK 這個就是 當時發生的事 當時的反應 雖然我沒有讀聖經出來 這個故事就講完了 究竟 Easter egg在哪裡 哈哈哈 我都找了很久 哈哈 我想我應該是找得對的 找不到一隻 也找到鹹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第一件事 其實裏面我找了三點 慢慢等大家 容易明白 好 好 第一件事就是 對 當然了 我們看到神職 當然是 很渴慕 看到 但是主要 去到世上 不是做神職 讓我們看 當娛樂觀眾 它主要的 不是醫治人身體的疾病 它主要來治人的心病 心病重要 心病還需心弱醫 如果我們的心 就是 剛才我們練功的時候 我都提過 其實我都是借一點點 聖經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很多身體的毛病 都是我們這裡想不通 哈哈哈哈 其實是心病來的 遲些再說 好 如果心病醫好了 其實病已經好了一大半 所以 反而治好心病重要 所以 在這個案例來說 當然 醫治人的身體痛楚 當然是重要的 但是那個心病 都不能忽略 好了 喏 第一個人 那個就是 有麻風 第二個就是 就是 坦了 但是奇怪 耶穌說 你的罪得射 難道他得罪了上帝 哈哈哈哈 為什麼他第一件事 就說你的罪得射 不是說你的病醫好 哈哈哈 他真的可能得罪了神 是的 好了 小心 因為大家可能 涉獵了其他宗教概念 上帝不罰人 記住 上帝不會罰人 怎樣呢 他 你不聽他說 就是說 你跟孩子說 不要吃那麼多雪糕 不要吃那麼多糖 你都要吃 你搞到 吃到肚痛 還有現在 小孩說 他吃肚痛 大人變成什麼呢 哈哈哈哈 在我身邊那些 長者 你跟他說 吃少點飯 你有糖尿 但是他們說 忍不住 他一樣都要吃 沒有辦法 你又不聽說 哈哈哈 你病的醫院不好 你不聽醫生說 對不對 同樣 上帝不會特地罰你 因為你不聽上帝說 這樣就沒辦法了 上帝明明點一條好路 你走你不走 你要走也走歪路 你搞到自己 這個叫得罪上帝 我們叫得罪上帝 好了 除了得罪上帝 還有另外一個個案 你又得罪人 好了 你又得罪 那你又得罪了人 對不對 當你得罪人的時候 其實你間接都是得罪上帝 是的 所以你間接你得罪了兩件事 一就是得罪了一個人 第二就是得罪了上帝 好了 剛才我說過 得罪上帝 呢 還是得罪人 重要一點呢 當然 得罪上帝 比較重要 因為你得罪了上帝 得罪上帝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不聽他說的 得罪上帝 你不聽說 上帝叫你走走 你偏走右 你沒有辦法 你自己犯錯 上帝也幫不了你 好了 如果你問 得罪上帝 我每一天得罪上帝多少次呢 哈哈哈哈 無數次 哈哈哈哈 蛤 嘩 你得罪上帝 每天得罪上帝 我怎知道每天得罪上帝 但我每分秒秒都得罪上帝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聖經的解釋 嘩 嘩 你得罪上帝當作吃生菜 可以當作吃飯 事實上是 為什麼呢 我這麼懵懵的 我聽得不清楚 有時候叫我轉了 我又不小心向左轉右 得罪上帝 這是自然的 得罪上帝不是問題 為什麼呢 上帝有恩典 你知了你自己做錯 認錯 那便可以了 那便可以了 這件事 上帝只要你誠心 知道你自己做錯 你肯認便可以了 那便是 那便和好了 當然要有主耶穌在中間 不過這個遲些才說 我就是說 得罪上帝反而不是大件事 因為你只要肯在上帝面前 認錯 便沒有了這件事 是的 真的 就好像子女和父母 就算他們怎樣做錯也好 老爸不好意思做錯了 唉 就算你知道他口說 都是不真心的 你都會搖延他的 是吧 同樣的 好了 好了 那 反而得罪人 人就不一定放過你 哈哈哈哈 上帝有慈哀 他會放過你 但人就不一定放過你 對了 這裏呢 這個climate 這個conflict就是在說這件事 好 繼續說下去 當你得罪人的時候 其實你除了得罪人 就會得罪上帝 上帝的事 你就和上帝去聊了 因為那個人也幫不了你 就算那個人搖廁了你 上帝也不一定搖廁你的 所以 是兩回事 所以 耶穌第一件事就是 你的罪得赦 上帝已經不計較你犯的錯了 這個就是第一個E字 第二個E字就是叫他 起身 你就就可以了 好 第二 蛤 奇怪 那些人 看到那個人彈起來的時候 可以了 我一直說了 好像耶穌 說了一句說話 他才起身 但那些人沒有感謝耶穌 蛤 這麼奇怪 因為很明顯 你知道什麼呢 老實說 當然 耶穌也是主 祂是神的象徵 其實祂說的 就是上帝說的 但是 實質上 如果你從耶穌的角度 都是 上帝醫好祂的 只不過 耶穌出主意 那意思 而那些眾人 再加上 剛才坦的那個 其實他們都知道 是上帝救了那個人 蛤 是啊 其實那些人都知道 不是耶穌直接是一個醫生 醫回去的 大家都知道 那個是神職 是上帝 所以 祂說 榮耀歸與神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 那些平民百姓都知道 這個是神職 要將榮耀歸神 咦 但是 那些宗教領袖 好像沒有 沒有將榮耀歸神 他還要指責耶穌 哇 你什麼了 你有什麼 這麼飽爆 然後 為什麼你可以 射人的嘴 那 有一件事要小心 咦 咦 怎麼這麼奇怪 那些 不是宗教領袖來的嗎 他應該是 哈哈哈哈 榮耀歸於神 但是他沒有 他罵耶穌 為什麼呢 喏 這裡 有一點點 提出來 讓大家留心 第一個神職的時候 耶穌醫好那個人 他叫那個人 跟規矩做回事 所以呢 主耶穌 在當中 其實是守規矩的 他也不是想搞亂這個檔灘 還有一件事 其實 他是上帝的代表 他不是有權 就大了 喏 我是大大主耶穌 我是上帝 你們要聽我說 他沒有 他沒有大大 他反而守規矩 那些人的規矩 雖然那些規矩不是他定的 算了 入鄉隨俗 你們有這種習慣 習俗 你就跟著這樣做 那就公平一點 因為每個人都跟著 是嗎 但是宗教領袖 就是另外一件事 宗教領袖 就濫用神給他們的職權 就是 謀私利 拿面子 這些就是當時宗教的景象 所以有一件事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我講到這裡呢 因為你會看到這種圖案 會在另外一種形式出現 就是什麼呢 有沒有發現有些大官 做官的人 都有類似的行經 是啊 他們說的話 第一 他指責耶穌 你有什麼權 怎麼可以卸罪 他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如果你是普通的人 你隨隨便便就可以卸罪 那又不行 但是呢 他批評耶穌的動機 要明白 其實他們不是良心不正 因為其實他們要自己面子 為什麼一個這樣的人 都可以有我們的權力 他們就 有少少就是妒忌 或者是你不對 那麼呢 在現代 尤其是最近新聞這麼多 我又免得說哪一段新聞 你會發現 那些濫權的人 會用一些歪理 當然都是道理來的 不過他是因為動機不良 他只是把道理很狡猾地掩飾自己的真正動機 那些宗教領袖 就是有這種問題 現代都有這些問題 大家留心一些新聞 你小心留心 他們最終要做什麼呢 就是很喜歡用一些道理出來 去掩飾自己的真正動機 所以耶穌尼就要把那些人推出 那你想想 你把那些人推出 那些人會不會對付你 當然會 好 好了 好了 第二點講完了 第三點 好了 要真正說 究竟你卸罪 容易 還是我叫那個人起來容易 而 其實在這裡 剛才我用了一個例子 就是 得罪人和得罪神 得罪神 反而 在基督教來說 得罪神 反而是小事 哈哈哈哈 你聽我講 你聽清楚我講什麼 這個意思 為什麼呢 我們很容易 就得到卸臉 因為 你只要 承認自己做錯 主啊 你放過我 或者遙說我 上帝 主耶穌 一定 一定 會遙說我們的 所以 反而 得罪神 就少些問題 當然 你有主耶穌 你沒有主耶穌 我不敢包 如果你沒有主耶穌 你得罪神 即是 後果自乎 但如果你當你是 接受了主耶穌 你已經是 得救了 可以這樣說 你得罪神 就很簡單 不好意思 上帝 哎呀 剛才聽得那麼清楚 不小心 衝口而出 罵了那個人 好了 第一 你要跟上帝說 不好意思 起碼是你的心 即是說 自己知道自己做錯 第二件事 可能更加難 你要跟那個人道歉 因為你不小心得罪了那個人 你不應該去找那個人 賠罪 這裏 就是一個 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 究竟 你跟他道歉的時候 那個人會不會饒恕你 在這裏 那裏 那裏 那些宗教領袖 就沒有遙恕到耶穌 但是耶穌 就遙恕了那個 坦了的人 這裏 是 在這裏 剛才我說的 那段聖經裏 一個最核心的 是甚麼呢 他有一句說話 主耶穌後面說的 他說 人子在地上有卸罪的權柄 人子這個字 是一個特別的名詞 就是一個特別的名詞 但是 他亦都有廣義的意思 你留心吧 主耶穌又是神的兒子 他亦都是人的兒子 又是神子 又是人子 其實他代表他兩個身份 一就是他屬天的身份 第二個就是屬人的身份 如果有一個人 得罪了一個人 當然 你除了得罪人 也得罪上帝 得罪神 兩邊都要去重複 認罪 對神認罪 對人認罪 但是 最可惡就是 人 你看看 剛才的宗教領袖 有沒有饒恕人的心 是沒有的 但是 當那個 坦了的人 走去 要求耶穌 饒他的時候 他除了 用神的心腸 饒恕了那個人 不靜止 他還以身體的罪 都醫了 這就是真真正正主耶穌 或者是真真正正上帝的心腸 再說 我們普通人 是不是人子 當然是人子 雖然你未接受主耶穌 你愚蠢以為自己只有一個人 其實不是的 你有兩部份 就當你是人子 人家得罪了我們 我們也有 饒恕人的權兵 但是 有多少人肯拿來用呢 老實說 如果 我們個個都肯饒恕人的話 還要不需要去打仗呢 大家有溝通 聊不就行 要不需要動刀動槍呢 所以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紛爭 都是因為 我們有沒有搖延人的心 這個真是 很諷刺的 就是 得罪神 反而是一件小事 反而得罪人才是大事 唉 真是 我們要好好自己檢討一下 哈哈哈哈 究竟 耶穌遙書 我們就 說都沒有那麼容易 但反而我們要去遙書其他人 就難過登天 所以 他問到 究竟 我們卸罪容易 還是 叫那個人 起來行走容易 即是你治癒他容易些 還是你卸罪容易呢 我告訴你 治癒那個人 比你卸罪容易 因為 我們時時都 懷恨在心 你得罪了我 我永遠記住你 是的 好了 那 那 道就說完了 究竟 是的 他真的得罪得我很厲害 我真的搖延不了他 怎麼辦呢 那你要慢慢聽 哈哈哈哈 是的 你要慢慢聽 是可以的 一定可以 哈哈 不需要 很 扭曲自己的 我遲些再教你 另外一個Easter Egg 你一這樣想 那件事就完了 是的 還有 你 生氣的人 會影響自己身體 哈哈 自己吃虧的 哈哈 你幹嘛這麼笨 哈哈 我遲些再說一下 怎樣解決這個心結 好 下次再見 拜拜